嘿大家好,我是大林,我是美国的一个执政护士,欢迎各位回到我的频道 那么今天我想要教大家的呢,就是如何的完全是不用请律师独立独自的准备资料和填写资料 而且申请自己的婚姻绿卡 因为呢,我就是这样子做的,我是全程是没有请律师 就是完全是独立的完成了我的绿卡的婚姻绿卡的申请工作 而且在2020年的年底,在疫情年的时候 只用了6个月的时间就很顺利的拿到了我的婚姻绿卡 如果说你的英文还不错的话呢 你是完全是可以准备和做这些全套的工作的 而且即使是你请了律师的话呢 这些琐碎的准备的工作还是要你自己去做的 如果说你想省掉这5000到1万美金的昂贵的律师费的话 那么就请接着往下看吧 我是在2020年5月份的时候寄出了我的绿卡的全部的资料 但是不到一个星期 我的全套的资料就被美国的移民局给退回来了 因为我当时犯了三个很小的错误 但是呢,我是很幸运的 我很快的改过了这三个小错误之后呢 再次的寄出了我的资料 然后呢,在我寄出资料的三天之后呢 我看见了我的银行账户上 已经被美国移民局扣走了我的申请费 而且呢,从那个时刻开始呢 我的申请呢,就已经开始往前走了 我是在2020年的9月份 也就是资料申请出的四个月之后呢 就去打了指纹 然后在10月份的时候就收到了我的公卡和旅行卡 在11月份的时候呢 我就被通知去婚姻面试 也就是在当月在11月份的时候呢 就顺利的拿到了我的婚姻的绿卡 首先我想说的就是我并不是一个律师 只是呢,这个事情我做过了 而且还做成功了 所以呢,我想把我的经历呢 都分发出来 让大家有一个对比 有一个参考 你也可以不用跟我做的完全是一样的 但是呢,记得一定要看到这个视频 看到最后 因为呢,我会分享我的犯过的错误 和我总结出来的心得体会 这些呢,都是犯过错误的人才会告诉你的 没有去做过这些事情 没有犯过错误的人是不会有这些知识的 最后一点呢 就是希望大家给我的视频点赞 还有呢,订阅我的频道 这样子对我频道的成长是一个非常大的帮助 那我会分成三个大点来讲 那第一个呢,就是婚姻绿卡所要准备的表格 如何下载,在哪里下载 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些表格 背后的准备的工作 还有大家所需要注意的一些小细节 我都会穿插在第二大点里面 那第三大点呢,就是怎么样去寄出这些表格 那首先第一个表格呢 就是这个I130表 I130表呢,也被称作是一个邀请表 是我的美国公民的老公帮我填写的 如果说按照你的情况的话呢 这个邀请人也有可能是一个美国绿卡的持有者 也有可能是你的老公或者是老婆 I130表的这个申请表呢,就是给美国的政府看哈 就是说他邀请我来到美国 这个表呢,主要是表明这个I130的这个邀请人的身份 比如说他的国籍 还有他的婚姻历史等等 那第二个表呢,就是I485表 I485表呢,也被称作是申请人表 这个表呢,是我所填写的 就是证明了我是谁,我是什么样的国籍 我在哪里出生等等 这个表呢,是关于我这个申请人的 那第三个表呢,就是I131表 这个表呢,也被称作是旅行表 你在拿到了这个旅行的卡之后呢 你就可以出美国,再回来美国哈 比如说是,比如像我的情况的话 比如说我要回中国 我就可以再回来美国 就是用这个卡,131卡回到美国 那么接下来的一个表呢,就是I765表了 765表也被称作是公卡表 有了这个公卡之后呢 你就可以在美国合法的工作和纳税了 那在接下来的一个表就是I864表 这个表格呢,就是邀请人写的 就是我的老公写的 他要给美国的移民局证明呢 他有这个财力来支持我这个申请人 那最后的一个表呢 这个表呢,是一个新的表 就是I944表 这个表呢,是在2020年的1月份的时候呢 才被要求填写的 这个表呢,也可以称作是自己自足表 也就是申请人我来填写的 就是给美国的移民局表示呢 我是不是有这样子的能力去支持我自己 就是,其实呢最后的这两个表哈 I864表和I944表 这两个表呢,都是有同样的一个目的的 就是保证你不会成为美国的public charge 就是不会滥用 利用到美国的这个福利制度 那比如说像是有些穷人 就是没有钱买食物的话呢 他要用到政府给的这些食物券 还有的一些人的话呢 没有保险 如果他得病的话呢 他们就会要用到美国资助和出资的这些医疗服务 那要填写这些表格呢 你就要去下载最新的版本来填写这些所有的表格 你要去到哪里去找那些最新的版本呢 就要去到USCIS的官网上面去寻找了 如果说你到某一个移民局的办公室里面 找到了一些不知道什么时候的旧的版本来填写的话呢 你就是浪费了很多的精力和时间 又做了无用功啊 那真是太浪费了 你说什么 你不知道去哪里下载 来 我来教你 但是今天真的有很好的天气啊 我想跟我的狗狗Bella去溜一圈 然后再回来教你们 Hey Bella Do you want to take a walk with mommy? Do you want to walkie walkie? Do you want to walkie walkie? Do you want to walkie walkie? 好啊 我们散步回来了 好了,我们散步回来了 表老的话呢也应该是很累了 他应该会take a nap等一下哈 就是睡个小觉 现在呢我就到我的电脑面前呢 去教你们怎么样去下载相关的文件吧 Let's go 首先你要在Google上面 打入USCIS 然后呢Google就会带你来到USCIS的官网上面 点击第一个 然后找到右边的放大镜的一个小标签 打上I130 查找 然后再点击第二个 然后呢滑下来 找到Forms and Documentary Downloads 点开第一个 这个就是你的I130表了 再点击这里呢你可以下载了 下载之后呢就可以打印出来 然后填写 那非常信心的你呢会看见这个表的右上方写的 它的过期日期呢是2月28日2021年 你会觉得哎这个表已经过期了呀 但是你再看这个表的左下角 它显示的是2月13号2019年 在这里的话呢你再倒回去 再来到这个叫Addition Date 你会发现呢这个表呢是在2月13号2019年的时候 编写的 就是说呢即使是过期了 你还是可以继续的用这个表格的 那要怎么样来填写这个I130表格呢 它的下面有一个Instructures for Form i130 按照这样子的一个参考指南的话呢 你就可以填这个I130表了 其他的表的话呢也是要参照他们的那个填写指南 然后呢我现在再来演示一下怎么样下载这个I485的表 也是在这个放大镜这里打入I485 然后再点击第一个I485Application 然后下滑到这个Forms and Documentary Downloads这边 点击第一个 踏踏你就有一个新的I485表了 然后这里呢你又发现了一个问题 哎怎么这个I485的表也过期了呢 过期的日期是10月31号2020年呢 但是你再往下看这个编辑的日期呢 它是10月的15号2019年 然后这里呢你再倒回去 回到这个Edition Day 就看到哈这个表的编辑日期呢 是10月15号的2019年 所以说呢这个表你还是可以用的 即使是它已经过期了 那现在我来讲第二个大点 就是这些申请表背后的证明的资料 如果说呢你以为申请绿卡只是把申请表填一填 然后寄出去 然后再面个室就可以拿到婚姻绿卡了吧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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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要证明你是你 你老公是你老公 然后你的学历 你有没有保险 还有呢你们家的家庭收入 有没有超过国家的那个贫困线 还有你的出生证明等等等等 你说什么 你问我是怎么样知道这些申请表背后的那个证明资料的 来我再到我的那个电脑上面去教你 现在呢我们也是回到了这个I-485的申请表的界面 然后往下拉的话呢 你会看见一个这个checklist of required initial evidence 点开它 然后你会看到有三个不一样的checklist 有一个checklist呢就是以家庭来做这个I-485的 另外的一个呢就是雇佣关系来做485的 最后的一个呢就是特殊移民的青少年 然后呢你就按照你自己的情况来点开相对应的一个I-485的这个checklist 然后呢这里面的内容呢就是教你你要准备什么样的资料来证明你的I-485申请表 那刚刚呢我已经从USCRS的官网上面呢找到了这个I-485的这个申请表的背后的那个证明资料了 那一般的来说呢就是有两个护照相片 还有你的护照的复印件 还有你进入美国的那个签证的复印件 还有说呢你如果是有那个违章违规的话 在美国的话就要提供美国法院法庭的那个审判书 还有呢一个就是最老大男的问题就是对于咱们中国人80年代中国人所说的就是这个出生证明哈 因为你想想看哈在80年代呢在国内呢我们是没有出生证明的 那我是怎么做的呢 我就让我的父母亲在国内呢帮我办了一个公证书 就是像这样子的一个公证书哈 啊在里面的话呢啊我父母就啊帮我办了就是说我是什么时候出生的啊 我出生的地址在哪里 我的父母都叫什么名字 然后他们的出生地址是在哪里 他们的出生年月是在哪里 啊那这个的话呢拿我们家的那个户口本去办就可以了 那在这里呢有一个小小的提示哈 那这些公证书的工作人员呢 他们是不知道我们这个公证书呢 是在美国用来就是拿绿卡的 所以说呢他们很有可能就是只列了你的身份证号 而没有列你的护照号 但是你想想看哈在美国 美国移民局是不会看我们的那个国内的身份证的 他只会看我们的护照 所以说呢就用你的护照号码而不是用你的身份证啊 去去写这个公证书 当然了写的公证书呢也是中文的 你也要就是翻译成英文 就是中英两个版本 那下面我要来说这个I130的证明资料了 那I130呢也被称作是一个邀请人表 那么就要提供这个邀请人啊 这个邀请人呢可能是一个美国的公民 那这个时候呢就要提供这个美国公民的这个护照 美国的护照 或者是呢这个邀请人他不是一个美国公民 而是一个美国绿卡的持有者 这个时候呢就要提供他的绿卡 还有呢这个邀请人和申请人之间 它是什么样的关系 那在我的案子当中呢 那在我的这个邀请人和我申请人的话呢 就是婚姻关系 所以呢我就提供了我们的那个婚姻的那个证书 如果说这个邀请人还有以前有婚史的话呢 就要提供以前婚史的这个离婚的证书 如果说在现在的婚姻关系当中呢 如果说有一方是改了名字的话呢 这个改名字的资料也是要上交和提供的 对了哈 以上我所说的所有的资料呢 都是复印件 千万不用提供元件 接下来我要说一下这个I131旅行卡了 那I131旅行卡的话呢 它是分为几个不一样的情况的 比如说呢 有些申请人 比如说像我吧 我当时申请的时候呢 我是在美国的境内申请的 还有些人呢 还有些其他的情况的话呢 他们是在美国的境外申请的 那这个的话呢 你就要按照不一样的情况 按照我刚才教你的方法 去美国的官网上面 找出对应的 要提供的相关的那些证明资料 来提交你的这个I131旅行卡 那拿我做例子的话呢 我当时是一个国际学生 我当时呢 也在美国的境内 那我呢 就提供了我的这个学生的那个学签 就是那个F1的学生的签证 还有这个美国的给每一个留学生的这个I20表 还有呢 也是提供了我的那个护照相片 这样子呢 就完成了我的那个I131的这个旅行申请表的准备资料了 这个I131表呢 有两个问题 我想特别的提出来讲一下 在这个表的第二页的part 3这边的话呢 它问你一个date of intent departure 你要填在未来三个月的时候 如果说呢 你是在2021年的2月份申请的 这个卡最快也要三个月才能批下来 所以你就要停2021年5月份的一个日期 还有啊 再往下滑 就是在第四页的part 7 它要求你写你为什么需要这样子的一个旅行卡 你就用一张纸写一个几句话的小作文 就写你的父母 其他的亲戚朋友都在中国 你也想以后呢 去其他的国家旅行 所以说呢 你需要这样子的一个旅行卡 短小精悍的几句话就可以了 也不要你写一个1万字的论文 接下来就是I765表 也叫做EAD卡 也就是公卡 你们还记不记得怎么样在USCIS的官网上面下载呢 走吧 我们再回到电脑上面去再复习一次 首先是来到Google 输入USCIS 然后点击Homepage 然后在放大镜这里呢 输入I765 然后点击I765 Application 然后下滑 找到Forms and Document Downloads 点开第一个就可以了 那如果说你以前有旧的这个EAD卡 这个公卡的话呢 也是要正反面复印了 一起交上去 作为这个I765申请表的这个证明资料的 拿我来说哈 我以前是一个留学生 那么我大学毕业之后呢 我就留在了美国用我留学生的身份呢 拿了一张公卡 做了一年的护士 那我旧的那个学生时代的EAD公卡的话呢 就为我新的这个婚姻绿卡的公卡呢 做Evidence 做资料证明 这个I765呢 公卡呢 有一个点呢 我要拿出来特别讲的 就是在第三页的27小点这里 这里呢 要你填的是你是属于哪一个条件的公卡 哪一个category的公卡 我这里呢 我主要讲的就是婚姻申请绿卡的 所以呢 这里你要填C9 在视频的开头 我不是说我犯购三个小错误吗 接下来我要讲的呢 就是其中之一 如果说你现在犯困的话 打起精神来 因为我不想你错过干货之中的干货 那我在学生时代的时候呢 申请的公卡呢 它的那个category 就是那个公种啊 就是C03B 当时呢 我在填我婚姻绿卡的时候呢 非常单纯的认为 那公卡的种类呢 只有一种 公卡就是公卡 所以说呢 我在婚姻绿卡 公卡的category的 那个填项的时候呢 我也是填的 跟我学生时代的一样 也就是C03B 然后呢 我的那个绿卡申请的 那个资料被退回来了之后呢 我才知道 啊原来呢 绿卡的申请呢 的公卡的申请呢 也有非常多的种类的 你看呢 这个就是我被退回来的 那个婚姻绿卡的 那个申请的 那个I765表 我填成了C03B 我应该是填C09的 那么绿色的这个呢 就是我自己标识出来的 就是移民局 当时给我退回来的 我的绿卡的申请书 上面呢 非常明确的写着了 我的那个category就写错了 那既然这个公卡 它有这么多的categories 那你要去哪里 寻找自己的category呢 来到这个checklist这里 点开来 然后呢 往下滑 你就可以看这样 有各种各样的categories了 那比如说像这个 我刚刚说的 就是国际留学生的C03B 还有呢 还有呢 就是婚姻绿卡的C9 还有各种各样的啊 那再回到最上面呢 你可以看到这个I765的这个证明资料 它有一个新的表格 就是这个I94表 那这个I94的网址 那这个I94的网址的话呢 我会放在我的描述栏里 打入这个I94的那个官网 然后来到这个get most recent I94 然后呢 输入你的名字 出生年月 还有你的护照号码 就可以打印出来最新的I94表了 那接下来我要说的就是I864表 I864表就是这个邀请人 写给美国的移民局的 他要向美国的移民局 证明他有这个财力 或者是实力支持这个新的移民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邀请人就要提供 他最近三年的退税单 还有最近一年的WR 还有呢 那美国的移民局要求这个邀请人的话呢 他挣的工资是美国贫困线高出1.5倍 如果说这个邀请人 他的公 挣的工资不到这个贫困线以上的1.5倍的话呢 如果这个邀请人他有房子啊 他有基金啊 这些都可以作为就是资产的一部分 这里说的真是太复杂了 我就不展开来说了 那最后一个我要说的就是这个I944表格 那I944这个自己自主表格呢 是一个非常非常新的一个表格 他是在2020年的1月份的时候呢 才被要求填写的这个表格 我当时呢 在准备和申请我的绿卡资料的时候呢 完全不知道这个I944表格的存在 你们记不记得就是我在这个片头的时候呢 我说过我曾经犯了三个小错误 那其中之一呢就是我完全没有递交这个I944的这个表格 然后呢我的资料退回来了 我在上网去找这个I944的表格 得出来的信息呢 我在Google和YouTube上面寻找哈 得出来的信息是非常非常的少的 所以说呢我就决定呢我要另开一个那个视频来专门讲解这个I944的这个表格的填写 那么简单来说呢 这个I944表格你要准备的这个证明资料有什么呢 简单一句话来说 就是证明你上面填写的所有的内容 比如说呢这个I944表格上面呢 你填写了你们家的一年的收入是15万美金 那你就要拿出这个15万美金的这个WR来证明 你挣的一年挣的就是这个15万美金 如果你填的你的那个Annual Deductible 就是你的保险的年的自付款是3000美金的话呢 你就要去找到你的那个保险单哈 把那个保险单就是那一句话 就是Annual Deductible 3000 Dollars 那句话给画出来 就是交给这个移民局去作为这个I944 自己自足表的这个证明资料 当你把所有的表都填完 把全部需要的证明资料都准备好之后呢 可能就是一个星期或者是半个月之后了 这个事情是一个很琐碎 而且非常折磨人的过程 一定要有耐心 一天做一点呢就把所有的资料都做完了 不要想着我一天半天就能把全部的资料给搞定 而且呢就算你花了大价钱去请律师的话 这些非常繁琐的工作呢还是要你自己去完成的 那最后一步呢就是寄出你的婚姻绿卡的申请表 而且交钱了 我之前说的这个I130表这个邀请人表和这个I485这个申请人表 这两个呢是两个主表 这两个主表呢都是需要交纳申请费的 而其他的表格呢 比如说像这个I944自己自足表和I765的公卡表 还有这个I131的这个旅行表 还有这个呢I864的这个邀请人的财力证明表呢 这些都是不需要交钱的 那么I131今年呢是2021年的2月份哈 那这个I130的这个邀请人的申请费呢 就是535美金 而这个I485的这个邀请人的这个申请费呢 就是啊这个呢它是按照年纪来划分的 如果你是14岁到78岁之间呢 你的那个申请费就是1140美金 加上85美金的这个指纹费 一共的话呢就是1225美金 那美国的移民局呢允许 而且也是非常的鼓励 就是这个I485的这个申请人的这个申请费呢 和这个I131这个邀请人的这个申请的费用呢 就是分开的来付 但是呢这个又是一个干货之中的干货 也是我犯过的一个错误之一 就是当时呢 我是自己付了我的这个I485的这个费用 就是我是用我个人的那个check 来写了一个check 来给了我的那个申请人的费用 而我的老公呢 他是用了他的信用卡 他的信用卡呢 他是要填一个G1450的这个表 他就用了另外的一个方式 去付了他的那个130这个邀请人的费用 所以说呢 当时我的绿卡申请表全部退回来的时候呢 我也是发现了这个问题哈 就是呢 他们是不允许在一个案子里面呢 有两种不一样的那个付款的方式 所以说呢 你如果是用check的话呢 就是I485表和这个I13130表呢 就是用用check 用一个付款方式 如果说你打算用这个信用卡来付的话呢 就是填那个G1450表的话呢 就是I485表和这个I130表 都是同时用这个信用卡的这个方式来支付 那你怎么样去下载这个G1450的这个信用卡的那个表呢 这个表的那个link我会放在我的描述栏里面 当你在整合这些所有的资料的时候呢 你就要把你的申请表放在最前面 比如说呢 我会放这个I485在最前面 然后呢 它的背后的话呢 我就会放我的那个I485的这个evidence 就是I485的这些准备的资料 比如说我的那个出生证明啊 比如说我的护照页啊等等哈 我都会放在这个I485的这个最后 然后呢 用一个很大的这个大夹子 把它夹起来 这样子的话呢 就是一份完整的I485的这个申请表了 然后呢 接下来呢 你也可以用这个 第二呢 你也可以放这个I130的这个表 然后记住哈 它的背后呢 也是放这个I130这个邀请人表的这个 evidence证明资料 比如说这个邀请人的那个护照啊 还有或者是绿卡啊等等哈 就放在它的那个后面哈 你的绿卡申请表的付费呢 是放在所有的申请表之前的 如果说呢 你打算用你的信用卡来付这些费用的话呢 你就要在网上下载一个这样子的I1450的这样子的一个表 把这个表呢 放在最最最最前面 就是所有申请表的最前面 如果说呢 你选择用你的那个个人的check 来作为这些payment的话呢 你也是要把这个check放在所有的申请表之前 然后所有准备好的资料都寄去哪里呢 我们也是来到这个I485的这个界面 点到where to file 然后呢 再找个这个direct filling addresses for form I485 点进去 在这里呢 你就可以看到如果呢 你想用USPS寄出去的话呢 就到这个地址 如果说你想用UPSDHL或者是FEDS寄出去的话呢 就用这个地址 好了 你现在把所有的资料都寄出去了 现在你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耐心的等待了 在你把所有的资料都寄出去的一个星期之后呢 那美国的移民局会给你发一封信 这封信里面呢 会包含你这个案子的那个号码 你就可以凭借这个号码呢 到USCIS的那个官网上面去查你这个案子的进度了 那大林在这里的话呢 也是祝福大家能够顺顺利利的 很快的拿到你们的绿卡 大林我还有一个视频呢 是讲解关于婚姻面试的种种的 再过了五天的话呢 上面的信息又改变了 说你的绿卡已经寄出了 又过了两天 然后呢 我就在我的那个mailbox 在我的邮箱之中 收到了一个priority mail 里面就有我的绿卡 我会把这个呢 视频呢 放在我的那个面试栏里面 你们可以去查找来看一看 非常感谢大家的点赞和评论 那我们下次再见吧